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员周大新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人文讲座 《生命的记忆微学城》的这个课程 这门哲学的微学城 它的课程名称叫《生命的记忆》 当初我们规划的时候 主要是想避免同学们对于哲学这门学科 有过于抽象形而上的一个沉重的想象 这个课程我们倾向于从生命的记忆 也就是哲学在落实于人生的方面 在各个方面展开它实践的探索 所以可以让各位同学在几个不同的面向 针对有方向的有意义的问题来做一个 从思想的实验到实践的实验 从哲学的抽象的思考到落实于具体的生活经验的实践 举例来说以本学城的修养的记忆这门课程来说 关于修养的问题 在中西哲学它可能是属于伦理学 道德哲学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学理的探讨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尝试从具体的生活经验 比如说茶道 花道 各种生命的实践中 去把一些抽象 冷僻的观念 跟具体的生活经验加以结合 让同学们能够从具体的诠释与经验中 去体会哲学的思考 所以哲学的思考 它就如同我们这个课程所说的生命的记忆 它是可以让各位同学在不同的学科 学问的学习上 提供一个有效的 专注的 甚至是不同角度的学习的体会 这个世界很彩色 这个世界也很繁杂 我们欢迎各位同学一起加入 这个生命的记忆的维学层 一起来探索什么是哲学